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 我们再聊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法律问题 这个法律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啊 你在这个发年终奖之前离职 这年终奖你还有权利没有 你是否有权利要 因为现在呢 这个话题啊 对大家来讲呢 关心的人比较多 尤其是现在经济不好 一些大厂啊 财员也比较多 而且呢听说有些企业呢 因为你裁员不给年终奖 造成了很大的冲突啊 那个被裁员工呢 还有HR 发生了激烈的致起冲突 当然这是传言了 这里呢 我们先讲讲那个法律问题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有关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虽然这个法律呢 最高法院的指导案例啊 已经有一阵时间了 但是在对于现在呢 有特别的意义 它毕竟你想嘛 在过年前 很多人呢 在过年前你看就被裁了 碰上这个倒霉事以后呢 还拿不着钱 所以就谈一谈呢 过年前的这个离职啊 我们应该怎么看 应该怎么去理解 这指导案例呢 是怎么说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呢 第183号 你要知道这是有号的 这叫做防月宿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而且这个案件呢 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于2022年7月4日发布 也就是说这个半年前呢 就发布的这个指导案例 而且呢 是经过了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讨论的 中国虽然不是个案例法 但是这样的法律啊 这样的那种讨论呢 相当于一个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就是基本上也是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这里头的关键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年终奖发放前啊 离职的劳动者 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法院 应当结合劳动者的离职原因 离职时间工作表现 以及对单位的贡献程度 等进行综合考量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 不能享受年终奖 并在劳动合同解除 非应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职 所导致 且劳动者已经完成了年度工作任务 用人单位不能证明 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及表现 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 主张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 应与支持 有关的法条呢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 第40条 所以看了这个有关的这个解释啊 发放的这个年终奖啊 年终奖能不能发呀 实际上的话呢 是跟那个离职的情况有关 就是单位要裁员 你那个员工呢 已经完成了这些所谓的工作 符合年终奖发放的 他就应该发 他应该和其他人呢 相比 就是说没裁员的那些相比呢 他是应当发的 而且啊 其实很多单位 他为了规避一些责任 他的年终奖 这本身就定得非常高 他有行规 有企业惯例 有企业的习惯标准 这个呢 还是差别特别大的 所以对这个年终奖的话 到底该什么理解 在劳动者看来 这个年终奖要能拿到啊 基本上是在他计划中的 劳动报酬 而对于企业来讲呢 你像有些老板就会觉得 年终奖是我对你的恩赐 给不给 是我的想法 所以有关案例啊 这个法院呢 对这事怎么理解 我们也可以呢 看一看 在指导案例当中呢 那个法院审理后认为啊 现行法律法规 并没有强制规定 年终奖应如何发放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 本单位的经营情况 员工的业绩表现党 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 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但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 仍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 已经离职的劳动者是否可获得年终奖 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的原因 时间工作表现和对单位贡献程度的多少 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量 所以从这指导案件 其实看的还是挺清楚的 在这个有关的法律上啊 中国嘛 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要保护呢 广大劳动者的利益 所以你在这个解除劳动合同 而且呢 靠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呢 来少支付这些报酬 这些年终奖的 那就应该进行怎么考虑了 尤其啊 你像这个案例呢 它涉及到了保险公司 它保险公司好多年终奖 它就是它的业绩提成 它的基本年薪非常少 它基本工资非常少 然后呢 大家主要靠业绩提成的 你完成的工作最后的话呢 你业绩提成不给 显然呢 是做的是非常过分的一件事了 而且呢 你看吧 这也是跟美国有关的公司啊 其实这个资本家呢 都是一样的 这事啊 就是你拿不拿这个奖 这样就是跟你呢 有关的行业的情况 和各种的情况 还是有很多的关系 其实中国啊 合同法的制定呢 其实这个事啊 我一直在说 有些事呢 你刚刚把这个行业惯例 行业协会什么的加进来 你靠法律一条线的话的时候呢 容易钻控制的就比较多 因为各种行业呢 它有不同的行业特点 它发薪水也不一样 它也有不同行业的潜规则 对吧 你全都画齐了呢 对这潜规则怎么理解 尤其这个保险行业的这个潜规则 其他行业的潜规则 你看如果是这些外企呢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呢 发13星 有发14星 像华尔街 美国的一些金融的企业 有时候发的是什么 年终奖比一年的都多 发几十个月的月薪 13星就13个月的月薪 14星14个月的月薪 所以你的年终奖到底发多少 你是否呢 能待在年终 当时呢 他们有时候设计这种年终奖 是干嘛呀 它是对你这个员工啊 资源力只有给你少发 这样是一种啊 那个变相的惩罚 但是这个事呢 你要如果是裁员 不是员工资源离职 该给人家的 还是要给人家 资源离职呢 有什么损失 好多这些金融行业 保险行业 他那个资源离职 这些员工可能都带走公司客户 客户以后都带走了 你的客户业绩 我就当然就不给你了 但是呢 你要是说他离职 你是可以这样的 但是呢 你裁员 当然应该给了 所以这个里头啊 同样是这事呢 真正的到了具体情况的时候 其实细节非常多 中国的法律啊 成文法的和案立法的差别是什么 成文法的问题就是 你一旦成文规定以后 你到了这些细节上呢 就失去灵活性 你看案立法呢 就有很多灵活性 这个呢 就是不同的立法制度 不同的立法思想 也会带来差别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